这是一篇解除盟约的誓言 从真主及其使者传世那些曾与你们缔约的乙物配主者 乙物配主者 你们可以在大地上漫游四个月 你们须知自己不能逃避真主的谴责 须知真主是要凌辱不信道者的 这是从真主及其使者在大潮之日传世众人的通告 真主及其使者对于乙物配主者是无干的 如果你们悔过那对于你们是更好的 如果你们背离那我须知 你们不能逃避真主的谴责 你以痛苦的心法向不信道者报喜吧 但乙物配主者中 曾与你们缔约而没有任何违背 也没有资助任何敌人者 你们应当遵守于他们缔结的盟约直到满期 真主却是喜爱敬畏者的 当敬略逝去的时候 你们在哪里发现遗物配主者 就在哪里杀戮他们 俘虏他们 围攻他们 在各个要挨征后他们 如果他们毁过自心 谨守拜公 玩纳天课 你们就放走他们 真主却是制设的 却是致辞的 一无配主者当中 如果有人求你保护 你应当保护他 直到他听到真主的言语 然后把他送到安全的地方 因为他们是无知的民众 在真主几习使者看来 一无配主者怎么会有盟约呢 但在近似附近 与你们递接盟约的人 在他们为你们遵守盟约的期间 你们当为他们遵守盟约 真主却是喜爱敬畏者的 他们怎么会有盟约呢 如果他们战胜你们 他们对你们就不顾弃义 不中盟约 他们用甜言蜜语使你们欢喜 他们的内心却不肯实践诺言 他们大半是违约的 他们以真主的迹象 换取些微的代价 因而背离真主的大道 他们的行为却是恶劣的 你们对信誓们不顾弃义 不中盟约 这等人却是过分的 如果他们悔过资心 谨守败功 完纳天课 他们就是你们的脚包 我为有知识的民众 解释许多迹象 如果他们在缔约之后 违反盟约 而且诽谤你们的宗教 你们就应当讨伐迷信的头子们 其实 他们并无所谓的盟约 以便他们停止罪行 有一组人已经违反盟约 想要驱逐先知 而且首先进攻你们 你们怎么不讨伐他们呢 难道你们畏惧他们吗 真主是你们应当畏惧的 如果你们是信使 你们应当讨伐他们 真主要借你们的手来惩治他们 凌辱他们 并相助你们 制服他们 以便安慰信道的民众 而消除他们心中的义愤 真主将总需 他所抑郁的人 毁过自心 真主是全知的 是智瑞的 真主还没有认识你们中 那些为主道而奋斗 而且畏惑真主 几其实者和信使们 而以他人为心腹的人 难道你们就以为自己的自由自在的 不受考验了吗 真主是熟悉你们的行为的 一无配主者 在供认迷信情况下 不易管理真主的清真寺 这等人的善功已无效果 他们将来要永居火翼之中 只有都信真主和末日 并谨守拜公 完纳天客 并敬畏真主者 才被管理真主的清真寺 这等人或许是宗神 正道的 供给潮信者以饮料 并管理敬寺的人 与确信真主于末日 并为真主而奋斗的人 你们以为他们俩是一样的吗 在真主看来 彼此不是相等的 真主不引导不义的民众 信道而且迁居 并借自己的财产和生命 为主道而奋斗着 在真主看来是品级更高的 这等人就是成功的 他们的主以自己的慈恩 喜悦和乐园 向他们报信 他们将在乐园里 享受永恒的恩责 而永居其中 在真主那里 却有重大的报酬 信道的人们啊 你们不要以自己的父兄 为保护人 如果你们抛弃正信 而去迷信的话 你们装谁以他们为保护人 谁是不义者 你说 如果你们以为自己的父亲 儿子兄弟 妻子亲戚 以及你们得来的财产 生怕滞销的生意 和心爱的住宅 比真主这些使者 和为主道而奋斗更为可爱 那你们就等待着 直到真主执行他的命令吧 真主是不引导放肆的民众的 在许多战场上和侯赛英之意 真主却已冤住你们 当时你们自夸人众 但人数虽广 对你们却无披衣 地面虽广 但你们觉得无地自容 忠于败北 后来真主把宁静降于 七十九和信使们 并降下你们所谓建的军队 他惩治了不信道者 那是不信道者的报酬 后来他总许 他随抑衣者悔过自心 真主是制赦的 是制辞的 信道的人们啊 一物配逐者只是污秽 故从今年起 不准他们临近近似 如果你们畏惧平群 那么真主将以他的恩惠 使你们满足 如果他抑衣 真主却是全知的 却是智瑞的 当抵抗不信真主和末日 不踪真主及其使者的戒律 不信奋 真教的人 既存受天经的人 你们要与他们战斗 直到他们依自己的能力 规规矩矩地交纳丁税 犹太人说 欧兹尔是真主的儿子 基督教徒说 麦西哈是真主的儿子 这是他们信口开河 效仿从前不信道者的口吻 愿真主诅咒他们 他们怎么如此放荡呢 他们舍真主 而把他们的博士 曾侣和麦里安之子 麦西哈当作主宰 他们所奋的命令 只是崇拜独一的主宰 除他外 绝无应受崇拜的 赞颂真主 超乎他们所用来配他的 他们妄想用自己的口 吹灭真主的光明 但真主只愿发扬自己的光明 即使不信道者不愿意 他曾以正道和真教的使命 委托他的使者 以便他是真教 胜过一切宗教 即使一物配主者不愿意 殉道的人们 有许多博士和尊律 的确借诈术 而亲同别人的财产 并且阻止别人 走向真主的大道 教藏经营 而不用于主道者 你应当以痛苦的刑法 向他们报信 在那日 要把那些金银放在火域的火里烧红 然后用来落他们的前额 肋下和机背 这是你们为自己而教藏的金银 你们常常藏在教里的东西的滋味吧 以真主的判断 月数 却是十二个月 真主创造天地之日 已记录在天经中 其中有四个禁月 这却是正教 故你们在禁月里不要自欺 已无配主的人穷起而进攻你们 你们也就应当穷起而抵抗他们 你们应当知道真主是和自治者在一起的 斩缓禁月 是足以增加迷信 不信道的人们因此而迷雾 他们今年犯禁 明年守禁 以便符合真主所禁的月数 而犯了真主所禁的月数 他们为自己的恶行而迷惑 真主是不引导不信道的民众的 信道的人们 教你们为真主而出征的时候 你们怎么依恋故乡 懒得出发呢 难道你们愿意今世的幸福 换取后世的生活吗 后世的幸福 比起今世的幸福来 是微不足道的 如果你们不出征 真主就要痛诚你们 并以别的民众代替你们 你们一点也不能伤害他 真主对于万事是全能的 如果你们不相助他 那么真主却也相助他了 当时不信道的人们 把他驱逐出境 只有一个人与他同行 当时他俩在山洞里 他对他的伙伴说 不要忧愁 真主却是和我们在一起的 真主就把宁静降给他 而且以你们所看不见的 军队辅助他 而且使不信道者的言辞 变成最卑劲的 而真主的言辞却是最高尚的 真主是万能的 是智锐的 你们当轻装的或重装的出征 你们当借你们的财产和生命 为主道而奋斗 这对于你们是更好的 如果你们知道 假如那是临近的福利和忠诚的旅行 他们必定追随你 但那距离对他们太遥远了 他们将以真主发誓说 假如我们能出征 我们必定与你们一道出征 他们自现于密网 真主知道他们却是收缓的 真主已原谅你了 认清诚实者和撒谎者之前 你为什么总许他们不出征呢 信仰真主和末日者 不要求你总许他们不借 他们的财产和生命而奋斗 真主是全知自治者的 谁有不信真主和末日 而且心中怀疑的人才向你请教 他们在自己的怀疑中忧郁不决 假若他们有新出征 必定早已准备就绪了 但真主不愿他们出征 故阻止他们 有人曾对他们说 你们与老弱妇孺们待在家里吧 假若他们同你们一道出征 那么他们只会在你们中间进行捣乱 他们必定在你们中间挑拨离间 他们中间有人替他们做侦探 真主是全知不义者的 从前他们却以图谋离间 他们千方百许地想谋害你 直到真理降临 真主的事业获得了胜利 同时他们是憎恶的 他们中有人说 请你种我的架吧 不要使我遭遇祸害 其实他正堕入祸害之中 火欲却是包围着不幸道者的 如果你获胜利 他们就觉得难过 如果你遭到失败 他们就说 我们早先已提防了 他们洋洋得意地转回去 你说 我们只遇到真主所注定的胜败 祂是我们的保佑者 只要信使们只信赖真主吧 你说 我们只期待着 我们获得两大善果之因 我们却期待着真主 将天灾来折磨你们 或借我们的手来惩治你们 你们等待着吧 我们却是与你们一道期待着的 你说 你们自愿的或勉强的捐献吧 你们的捐献绝不被接受 因为你们是放肆的命中 他们的捐献之所以不被接受 只是因为他们不信真主和实者 他们不做礼拜则已 但做礼拜时总是懒洋洋的 他们不捐献则已 捐献时总是不情愿的 他们的财产和子童不要使你赞叹 真主只要在今世生活中 借此惩治他们 而他们的灵魂将在不幸到的情况下离去 他们以真主门示说 他们的确是你们的统道 就是你们不是他们的统道 但他们是胆怯的民众 假如他们发现一个堡垒或山洞或地道 他们必定仓荒的逃窜 他们中有人挑剔你分配正款的工作 如果分给他们一份 他们就欢喜 如果不分给他们 他们就博人大怒 如果他们满意真主及其实者给予他们的 并且说真主及其实者将以别的恩惠给予我们 我们却是祈求真主的 那对于他们是更相议的 正款只归于贫穷者 赤贫者 管理政务者 心被团结者 无力赎身者 不能还债的 为主道工作者 途中贫穷者 这是真主的定制 真主是全知的 是智瑞的 他们中有人伤害先知 称他为耳朵 你说他对于你们是好耳朵 他信仰真主 信任信士们 他是你们中信道者的恩慈 伤害先知的人们将受痛苦的刑罚 他们以真主对你们门事 以使你们喜悦 如果他们是真的信事 就应该使真主及其诗者喜悦 难道他们不知道吗 谁违抗真主及其诗者 谁将受火欲的刑罚而永聚其中 这是重大的凌辱 违信的人们 恐怕为他们而降噬一张经 而把他们的心事告诉信使们 你说你们嘲笑吧 真主必定要揭露你们所畏惧的事情 如果你质问他们 他们必定说 我们不过是闲谈和游戏罢了 你说 你们嘲笑真主及其志向和诗者吗 你们不要托词 你们信道之后 却已不信了 如果我饶恕你们中的一伙人 我将要惩治你们中的另一伙人 因为他们是犯罪的人 违信的男女彼此是同类的 他们劝恶戒善 紧握双手 不肯施舍 他们忘记了真主 主也忘记了他们 违信者就是放肆者 真主依许违信的男女和不信道者 他们将入火欲而永聚其中 火欲是足以蠢治他们的 真主以诅咒他们 他们将受永恒的刑罚 违信的人们啊 你们像你们以前逝去的民族一样 不过他们的势力比你们雄厚 财产和子同比你们富着 他们曾享受他们的份 你们也享受你们的份 犹如在你们之前逝去的民族 曾享受他们的份一样 你们也像他们那样去闲谈吧 这等人的善功 在今世和后世都是无效的 这等人是亏舍的 在他们以前逝去的民族 有努哈的宗族 阿德人和塞玛德人 伊布拉辛的宗族 麦德烟的居民和被颠覆的 城市的居民 难道那些人的消息 没有来领他们吗 那些人的使者们 昭示他们许多名震 故真主不至于亏望他们 但他们自欺了 信道的男女会保护人 他们却善戒恶 举手拜功 玩纳天客 服从真主及其使者 这等人 真主将怜悯他们 真主却是万能的 却是智锐的 真主应许信道的男女们 将进入夏林祝贺的乐园 而永聚需中 他们在常住的乐园里 将有优美的住宅 得到真主的更大的喜悦 这就是伟大的成功 先知啊 你当对不信道者和伟信者战斗 并严厉的对待他们 他们的归宿是火域 那归宿真恶劣 他们以真主门信 说他们没说什么 其实他们却已说过 不信道的话 而且他们在表示 兴奋伊斯兰教之后 又不信了 他们却已图母不轨 但未得逞 他们非难 只因真主及其使者 以恩慈 使他们富足 如果他们悔过 那对于他们是更有益的 如果他们背弃 真主就要在今世和后世 使他们遭受痛苦的心法 他们在大地上 没有任何保护着 也没有任何援助着 他们中有些人 与真主递约 如果真主把部分恩惠赏赏赐我们 我们一定失守 一定成为善人 当他把部分恩惠赏赐 他们的时候 他们吝啬 并且违背正道 顾真主 是他们心中 常怀违信 直到建主之日 因为他们对真主爽约 而且常撒谎 难道他们不晓得真主 是知道他们的隐情和密谋的吗 是深知一切优选的吗 难道他们不晓得吗 信誓中 有人慷慨捐献 有人因为贫穷只能出力 对于嘲笑他们的违信者 真主将以嘲笑的刑法 报答他们 你可以替他们求饶 也可以不替他们求饶 即使你替他们求饶七十次 真主也不会饶恕他们 因为他们不信真主 及其使者 真主是不引导放肆的民众的 使者去出征后 在后方的人 亦能安坐的家中而高兴 他们不愿意 自己的财产和生命 为主道而奋斗 他们互相嘱托说 你们不要在热天出征 你说 火域的火是更炙热的 假若他们是明理的 让他们少笑些 多哭些 以报仇他们的阴谋 如果真主使你转回去 见到他们中的一伙人 而他们要求你允许他们出征 你就对他们说 你们永远不要同我一道出征 你们绝不要同我一道去作战 你们初次却也喜欢安坐的家中 往后你们就同留在后方的人 一起安坐家中吧 你永远不要替他们中 以死的任何人举行兵礼 你不要临近他们的坟墓 他们却已不信真主及其使者 他们是在悖逆的情况下死去的 他们的财产和子童 不要使你赞叹 真主只愿借此 在君事惩治他们 他们将来在不信道的情况下死去 如果将是一张经说 你们要信仰真主 要同使者一道奋斗 他们中的富裕者就要向你请假 他们说 你让我们与安坐家中的人在一起吧 他们愿意和妇女们在一起 他们的心已门闭了 故他们不是明理的 但使者和他的信誓们借自己的财产和生命而奋斗 这等人正是有福的 这等人正是成功的 真主已为他们预备了下灵祝和的乐园 他们将永聚其中 这正是伟大的成功 游牧人中 有人脱骨来向你请假 他们对真主及其使者撒谎 不肯来请假 他们中 不信道者将遭受痛苦的刑罚 衰弱者 害病者 无履肺者 他们不出生都无罪过 如果他们忠于真主及其使者 行善的人们是无可非难的 真主是制舍的 制辞的 这等人也是无可非难的 当他们来请求你 给牲口供给他们出征的时候 你说 我没有牲口供给你们 他们就挥泪而去 他们因为不能自愁吕肺而悲伤 加资富足 而向你请假的人们 才是该受非难的 他们愿与妇女们在一起 真主封闭了他们的心 故他们不知道 当你们转回去见到他们的时候 他们要向你们脱固 你说 你们不要脱固 我们却已不相信你们 真主却已把你们的情况告诉了我们 真主及其使者将要看你们的行为 然后你们将被送到全职幽民者那里去 他将把你们的行为告诉你们 当你们转回去见到他们的时候 他们要以真主发誓 以便你们避开他们 你们就避开他们吧 他们却是污秽的 他们的归宿是火域 那是因为报仇他们的阴谋 他们对你们发誓 以便你们喜欢他们 即使你们喜欢他们也已无济于事 因为真主必定不喜欢放肆的民众 游牧的阿拉伯人是更加不信的 是更加伪信的 是更不能明白真主将士期使者的法度的 真主是全知的 是智瑞的 游牧的阿拉伯人中 有人把自己捐献的财产当作罚金 并等待着你们遭难 愿他们遭遇威运 真主是全聪的 是全知的 游牧的阿拉伯人中 有人想借信仰真主和末日 他们把所捐献的财产当作美借 以获得真主的亲近和使者的祝福 当然 他们必定要借此而获得真主的亲近 真主将使他们进入他的恩责之中 真主却是智赦的 却是智慈的 先世和俯世中的先进者 以及跟着他们寻善的人 真主喜爱他们 他们也喜爱他 他以为他们具备了夏林祝贺的乐园 他们将勇去其中 这真是伟大的成功 在你们四周游牧的阿拉伯人中有许多伟信者 在迈迪纳中也有许多伟信者 他们长于伪装 你不认识他们 我确认识他们 我将两次惩罚他们 然后他们将被送去受重大的刑罚 还有一些人 已承认自己的罪过 他们曾是善行和恶行 互相哄合 真主或许 肿他们悔过 真主是 智赦的 却是智慈的 你要从他们的财产中 征收正款 你借正款 使他们干净 并使他们纯洁 你要为他们祈祷 你的祈祷 却是对他们的安慰 真主是全聪的 是全知的 难道他们不知道吗 真主是接受 他的仆人的忏悔的 是采纳正款的 真主是智述的 是智慈的 你说你们工作吧 真主几些使者和信使们 都要看见你们的工作 你们将被送到 全知幽民者那里去 而他要将你们的工作 告诉你们 还有别的人 带留真主的命令 或惩罚他们 或饶恕他们 真主是全知的 是智瑞的 还有一些人 修建了一座清真寺 其目的是防害和睦 家产不幸 风离信使 并作为以前 违抗真主 这些使者的人的埋伏所 他们必定发誓说 我们的宗旨是至善的 真主坐镇 他们却是说谎的 你永远不要到 那座清真寺里 做礼拜 从第一天起 就以敬畏为地基的 清真寺 确实更值得 你在里面做礼拜的 那里面有许多 喜好清洁者 真主是喜爱清洁者的 以敬畏真主 并祈求其喜悦者 为地基者好呢 还是以 听腿的悬崖的边缘 为地基 因而随着坠入火域者 更好呢 真主不引导 不义的民众 除非他们的心碎了 他们所建筑的清真寺 将永远成为 他们心中 犹疑的根源 真主是全知的 是智瑞的 真主 确意用乐园 换取信士们的 生命和财产 他们为真主而战斗 他们或杀敌治国 或杀身成人 那是真实的应许 记录在 Talat in Julia 古兰经中 谁比真主更能建约呢 你们要为自己 所递接的契约而高兴 那这是伟大的成功 他们是忏悔的 是败主的 是赞主的 是斋戒的 是鞠躬的 是叩头的 是劝善的 是戒恶的 是宗守主的 法度的 你要向信道的人们报喜 先知和信士们 既知道多神教徒 是火狱的居民 就不该为他们求饶 即使他们是自己的亲戚 以伯拉辛 曾为他父亲求饶 只因有约在先 他知道他的父亲 是真主的仇敌 就与他脱离了关系 以伯拉辛 却是慈悲的 却是容忍的 真主既引导了一些民众 就不至于使他们迷雾 直到为他们说明 他们所应当戒备的行为 真主却是权之万物的 真主却有天地间的统治权 他能使死者生 能使生者死 除真主外 你们绝无任何保护者 也无任何援助者 真主却以允许先知 以及在空难时刻 追随他的牵势和俯士们回过 当时他们中一部分人的心 几乎偏斜之后 真主允许他们回过 真主对于他们却是挚爱的 却是致辞的 他也允许那三个人回过 他们留待真主的命令 赶到大地虽广 他们觉得无地自容 心境也觉得很狭爱 相信除真主的回过外 他无法逃避真主的震怒 此后他允许了他们回过 以便他们自信 真主却是智术的 却是智词的 信道的人们啊 你们要敬畏真主 要和诚实的人在一起 麦迪那人和他们四周的 游牧的阿拉伯人 不该逗留在后方 而不随使者出征 不该只顾自己的安逸 而不与使者共患难 因为凡他们为真主 而遭遇的饥渴和劳动 他们出怒不信道者的 每一个步伐 或每次对敌人有所收获 有每一件必为他们寄一宫 真主一定不使行善者 徒劳无仇 他们所花的旅费 无论多寡 以及他们所经历的路程 他都要记录下来 以便真主对他们的行为 给予最优厚的报酬 信使们不义全体出征 他们为何不这样做呢 每族中有一部分人出征 以便留守着专攻教义 而在同族者 还乡的时候加以警告 以便他们警惕 信道的人们啊 你们要讨伐临近 你们的不信道者 使他们感觉到 你们的眼里 你们知道真主 是和客籍者在一起的 当这样是一张经的时候 他们中有人说 这张经 使你们中的哪个人 更加确信呢 至于信道者 那张经 使他们更加确信了 同时他们是快乐的 至于心中有病者 那张经 使他们污秽上加污秽 他们至死不信道 难道他们不知道吗 他们每年受一两次考验 但总不悔改 也不觉悟 当这样是一张经的时候 他们面面相愧 说 有人看见我们了吗 然后他们就溜走了 真主 也改变了他们的心 因为他们是不理解的民众 你们本族的使者 却已来教化你们了 他不忍心见到你们受痛苦 他渴望你们得正道 他慈爱信誓们 如果他们违背正道 你就说 真主是能使我满足的 除他外 绝无应受崇拜的 我只信托他 他是有伟大的宝座的 我只信托他